老者的女儿在儿子失踪后 仿佛被推入了绝望的深渊 她的痛苦几乎令她窒息 孩子是他们全家的希望 失去她 老者感到生活失去了意义 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 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 老者的女儿在儿子神秘失踪后 感到自己仿佛被投入了无尽的黑暗深渊 她的痛苦如此强烈 几乎令她无法呼吸 孩子不仅是她生活的重心 也是她全部的希望和梦想 面对这样的打击 老者感到自己的世界已经崩塌 生活变得毫无意义 正如阿祖法对凯撒深沉的爱一样 老者的女儿对孩子的爱 也是无私而强烈的 但这个世界有时显得异常残酷 无情地给予这两位母亲 深深的痛苦和折磨 尽管老者的女儿 在经历了阿祖法的悲剧后 变得更加小心谨慎 但命运似乎并没有因此而眷顾她 悲剧还是无情地降临了 当她在一次偶然地转身 去帮助摔倒的父亲时 她的孩子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起初 这个消息对父女俩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他们的世界在一瞬间变得混沌和迷茫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逐渐冷静下来 开始分析这起事件的可能原因 他们认为这很可能是熟人所为 因为偷走孩子的手法 与之前偷走凯撒的贼惊人的相似 他们仔细回想并没有与人结怨 除了康特妈妈 她的行为和动机都让人怀疑 她可能是幕后黑手 在寻找的过程中 老者意外地发现了一张阿祖法的照片 这让他心中的疑惑更加深重 这张照片出现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 很可能是那个偷走小外孙的贼不小心一落的 这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猜测 整件事情背后很可能是同一个罪魁祸首 老者的女儿在绝望中奔跑 她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焦虑 害怕错过任何可能找到孩子的线索 但这片广阔的山区 如果小贼有心躲藏 确实难以发现 老者的女儿内心充满了自责和疑惑 她不断地问自己 为何命运要如此残酷地对待她 老者驾车来到另一个山下 他们决定换个地方继续寻找 在山下他们询问了几个目击者 得知有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离开的消息 这让他们更加确信孩子是被带走了 他们马不停蹄地继续前进 询问了牧羊人得到了相同的消息 父女俩没有盲目地寻找 而是有目的地行动 老者驾车前往阿祖法的住处 因为他们怀疑这与杰斯有关 当他们到达阿祖法的住处时 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让他们的心情更加沉重 杰斯已经被警方带走 原因是他不断地骚扰阿祖法 这个消息让老者的女儿感到震惊和愤怒 他急切地询问原因 试图从中找到与儿子失踪相关的线索 他得知杰斯的行为异常可疑 这让他更加坚信 杰斯与儿子的失踪脱不了干系 面对老者的女儿 阿祖法表现出了深深的同情 他能够感受到他的痛苦和绝望 同时也为自己无法提供更多帮助而感到自责 他承诺会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寻找孩子 并建议立即报警 让警方彻底调查杰斯的行踪和动机 阿祖法给老者的女儿倒了一杯水 劝他先冷静下来 好好地讲述事情的经过 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阿祖法尽力安慰老者的女儿 告诉他不要放弃希望 他相信只要他们不放弃 总有一天会找到孩子揭开真相 他们一起回忆了孩子失踪前的种种细节 试图从中发现一些被忽视的线索 他们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你们觉得是杰斯偷走了孩子吗 这个问题悬在每个人的心头 等待着答案的揭晓 他不仅是对杰斯的质疑 更是对整个事件真相的探求 他们知道 只有找到答案 才能让老者的女儿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才能让这个家庭重新找回失去的希望和幸福